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浩然 25岁 这个最后都做到了财务总监了 财务总监管几个人 在整个公司架构里面 我是排第三的 整个公司多少人 对 总公司是150个人 挺大的 你都做财务总监了呀 但薪酬好像有点离只有一万 对 你财务部门有多少人 财务部门只有三个人 三个人 对 是家族企业 对 然后他想港股上市 然后当时因为 我在之前的工作经历 是做事务所 做IPO项目的 然后他是因为这个 我这个IPO项目经验 然后请我帮他去做上市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你会做IPO啊 参与的一个项目 在17年国内成功过会了 是在A股过会了 他看中了你这段经历 对 对 对你在刚刚毕业的时候 参与GIA过IPO的运作 对 是吧 你做IPO那个是哪部分 审计的审计 审计那一块 对审计 审计有好多小组进来以后 你主要是在哪一组负责哪个板块 主要是科目的审计吧 这个公司后来上市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参与的 我其实在这家公司只待了两个月离职了 家族企业嘛 包括工人 可能有80%的可能都是跟老板认识 比如说老板的同学 老板的亲戚 老板的朋友 亲戚 对 人缘混乱 对 人缘混乱 然后一些根本就没有胜任能力的人 担任了一些很重要的岗位 所以你能胜任吗 在当时我录职之前 我认为我有可能不胜任 然后我跟老板说了我的担忧 我说我毕竟才毕业两年 然后他说没关系 你只要懂这一块 包括懂怎么跟那些事务所沟通 懂怎么就是需要上市 需要准备哪些财务上面资料 然后就可以了 我说这方面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如果做一个财务 你如何去评价 你这家公司真的有上市的机会 你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是怎么考量的 就是我当时我进这家公司的第一天 我觉得这家公司 他预计就是20年他就要上市了 我预计这家公司是不能上市的 那你为什么还干了两个女人 那你为什么干 我就是 第一个就是 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我才毕业两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 那你给你们这个老板有没有建议 我给老板建议了 我跟老板说 怎么建议 我们20年的时候 就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是不可能上市的 可能我在这个企业待不下来 并不是我自己的专业素养不够 主要还是因为 我跟这个老板不太 总而言之 你觉得你这个老板 是不是一个激进派 对 是的 你是跟他交流是有效率的吗 还是他听你的话吗 他不听 但他又要用你 对 你最接受不了 这个公司的哪一点 最接受不了的就是 跟老板的沟通 一直是无效的 一直是无效的 就是你今天站在这说 你前老板或者那个公司 如何如何不靠谱的时候 在你当初选择的时候 确实也有一些投机的心态 有 肯定是有人 我问你 你自己也做过会计 但你自己知道 对吧 一个要上市的公司 会聘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的财务总监 你想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问他和老板两个人的装弧度程度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 你是知道你不合格的 他刚才已经回答这个问题 你没注意听 他说他进到这个公司之后 他发现两点 第一 这个公司是上不了市的 第二 他认为自己 也不能胜任这工作 但是他觉得这是个机会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你想在里边 说白了不好听的 就是占这个职位去混钱 那你又何必在乎 这个时候要走呢 就是你的走根本没有理由 人家没有混钱 人家混钱就不走了呀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这点工资 你不在乎这点工资 那你天上掉一百万 你会带回家吗 你这就 你这就有点抬杠了你知道吗 我的意思是 他过去发现上不了市 是正常的 才是他应该待下去的 因为他才可能待下去 他说上不了市 他也跟老板建议了 上不了市 老板不听 他也想走 但他认为这是个学习的机会 后来实在是无法交流了 两个半月之后他走了 如果他要混这个钱 混日子 等找到了工作再走 他完全可以干下去 不合理呀 老板不听能怎么样呢 老板能把他登上市吗 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们有点腐黑 他无非是 李浩阳就是想问 你就骗人钱混日子 我说句实在话 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有个人赏识自己 让他做财务总监 一台小小的虚荣心 我去了 对吧 这可以理解的 但是人家到了最后 人家不为了混日子混下来 人家走了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 跪在坦诚 他承认说 我当年确实是 有一点点虚荣心 都是正常的嘛 虽然说当时我也是 认为自己可能 没有达到胜任条件 但是企业家信任我 就是说愿意给我 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和公司一起成长 在当时的 所有条件下 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决策 是没有错的 你今天来面试的 还是跟财务相关的工作 对 财务相关工作 是吧 对 那如果你这一次你面试 又碰上一个 跟前任差不多的 类似于像丽浩阳这样的 上司 你准备怎么办 你会选择这样的上司吗 会的 为什么呢 他表现出来了 自己的专业 就是他能说服我 就如果说他真的 就是他 他不光是像你前任一样 会画 他不是只画大饼 他懂专业 对 懂专业 所以他厉害一点 张牙舞爪没关系 对 我 强者嘛 对 好好好 你还是面试财务是吧 对 要求薪资多少 10K 财务的别的岗位考虑 就是能够用到我之前的 所学到的财务框架的 一些知识的都可以 那你觉得你如果在 原来那个事务所 多久能坐上 真正去一个上司公司 审计的那个领导的人 就是带项目的话 一般是5到8年 然后合伙人的话 可能是要12年左右 对 就是这个数 你其实在去这个审计事务所 你才干了一年半 但你现在找的工作 其实都是希望变成资深的财务人员 其实你连主管会计都没有干过 对 你如果要去投资机构 说实话 你现在可能都只能从助理开始干钱 对 可以 你认不认可 认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职位要调整 对 薪资要不要调整 是坚持1万还是8千 在北京的话坚持1万 对 第一轮选择许霍零 还有六盏灯 请不吝点赞